大家好 欢迎回来妄向编辑部的《笑声妄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又我去楼山 还有我们的新西兰 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部 再加上晒冷气 也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我们继续一起回来 否释一下大佬 刘先生这个《寄招》里所说的东西 真是充满着很多大智慧 即是成功人士 有时除了说如何赚钱 如何成功之道之外 就是自己做人 处事 如何拿着自己的尺子去做人 其实挺难拿捏的 虽然有些穷爸爸 富爸爸的讲座 那个人很喜欢出来搞这些 相对起 那个肥佬就要钱了 这次刘先生可能觉得说这些说话是很平常 不过 我觉得充满着很多做人的道理 还有一点 或者我们的看法挺不同 例如我们当然很八卦 很想知道 究竟女丽君小姐有什么困难呢 她也知道记者一定会问这个问题 她也说 但是我真的不会说的 她说自己做人 做人做事也好 就是今天留一线 她早好相见 不会赶尽杀绝任何人 不止女小姐会这样对她的 其他人都会 大家都知道 女小姐都说她是过去式的男女朋友 相识一场 也有小孩 共同的小孩 我意思是指 她说 如果你有留意财经金融地产的人 很快就会知道 自己就不方便说 或者可能到时大家都会有消息收到 不过怎么也好 不由她自己的口口来说 她说 如果不是为了子女的话 她也极度不想帮她 表明立场 跟这位女小姐 也不想有什么瓜葛的 她也说了一句话 挺有趣的 她平时想一些东西 可能是0.1秒左右都会决定得到 很快 这次 足足想了两分钟 两分钟就很多了 平时是光速的 超光速 0.1秒做决定其实已经慢了 你计算一下光速 超光速几倍的速度 很厉害了 其实她已经想了很久了 以刘先生的角度来看 考虑了很久了 也说了 今次帮女小姐 若不是考虑到两个子女 一个是12岁 一个是20岁 所以才决定是帮还是不帮的 那个挣扎是挺大的 有一个只有12岁 20岁的可能是在读大学 甚至觉得她自己会不会 有少少 银在手呢 甚至努力一点 拿起奖学金 就可以读大学了 再想一下 假如站在她的角度 她会想些什么呢 或者她自己看到在社会上 有需要帮助的小朋友 她们也很可憐 没理由帮她们 又不会帮回自己的小孩 到底又好 她跟女小姐的 是自己 下一山 因因缘缘的 这又不是关于什么事 两分钟来说 是很重要的事 她说的一点 并不是钱的问题 她说并不是数目的大小 是应该还是不应该 不想有难堪的情况出现 来影响小孩 为了他的子女保留一些尊严 他说要保护自己 甚至甘比的子女 说了很多 他看到特首李家超 在电视机上说的一句话 他说也很认同 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他也说听到这一句 我都拍了手掌 希望记招之后 有人收敛一些 网络打手大家就不要相信 如果你们有怀疑的话 不如就趕快打给我 他自己这样说 打给我 大家都知道打不到给你的 打不到的 打给他的助手就可以 我们也会看到不少的网台 有可能有很多 好像说到有认识的刘生 跟他的交易相 跟他交过手 交过手 说到呼风唤雨 大家都知道我们想说哪些人 不过就免得笑他们 又说到自己是叱咤风云 老实说 真的差很远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无需要离开香港 躲在不知哪里 再说这些 麻烦你 真的折省一点 我们刚才提到一点 就是说今天留一线 他朝好相见 不会赶尽杀绝任何人 这个是挺重要的 还有有时候有些人就说 为什么不赶尽杀绝 一定要这样做才行 否则他会回来报牛 是我的 是这样的 是 你有赶尽杀多少 即是你一生人 如果你经常跟别人接触 而且你可能 都经常会得罪人 你个个都要赶尽杀绝 你就杀多少个先 很难的 就是这种 解决办法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是的 因为我们小时候看这个 《无间道》 第二集 最后深哥就跟泰国佬说 我们不如不要去到这么尽 泰国佬说 你记不记得 你的生命是怎么回来 然后又说 我们今天不那么尽 他们将来回来 就会找回我们 接着曾智慧和深哥 接着电话 接着听到 砰砰砰砰砰 那些声 再说 女小姐有些网友都问 我们两个很奇怪 还嘻嘻嘻嘻 这么想知道 女小姐有什么困难 那些什么 何解呢 可能我们也要解释一下 其实不是八卦 还是怎样 因为我们据刘先生所说 他贪贪 在他身上得到的钱 断以益计 再加上过去来说 这么长时间 可能你有些司机也好 什么都好 又说给你住在哪些大宅 还是怎样 因为你要照顾小孩 那没有理由 只是小孩在那里住 就趕你走 因此也说 他能够住在哪里 哪里 又见到他出席一些 不同的场合 宴会 又做瑜伽 又这样那样 见到他的生活 都是很轻松很捨异的 又不觉着他自己在忙 什么生意 或者要飞去哪里 就要去跟什么人谈 认识也好 或者要认识什么生意伙伴也好 也好少见到 吕小姐有这些 所以你忽然间 说他经济上有困难 就是超乎了我想象 那我想 虽然说 做人的贪心 就是人类的欲望之一 就是有些贪念 你有钱的 就想有更加多的钱 有时自己也会去想 不知道每个人的生活态度 是不是一样 去到某一个位置 去到某一个数 如果你问我 我可以 计算得适合 我便希望 可以过一些我想过的生活 就是追逐多少钱 再去花多少时间 再去赚多少钱 等自己 就可以买些什么 或者怎么样 这样好像 你只要享受 你真正的生活 时间就会变得很少 除非你说 我很向往 就在商业上 商场上 去增名逐利 去赚多些钱 增加自己的知名度 地位 还是怎样 大家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听 那个穷爸爸 富爸爸 就是希望有一样 叫做财务自由 某程度上 这个女小姐给我的感觉 其实她一早已经是财务自由了 我想 警戒不一样 我们一般人觉得 可能拿着一亿就已经有财务自由 但她不是 她可能看到她前度男友 那种才叫财务自由 她可能要像她前度男友 这么丰厚的身家 才叫做自由 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 只要这么说 所以 一直都是在这方面 对财富方面 野心仍然很大 对 人的欲望 是否会令到她 失去了真正的自由 这些是真的 你想想 真的 搞到 经济方面有困难 如果去找刘生帮忙 你搞到去到这样的位置 而又要到最后 去找刘生帮忙 当然 从某些人的角度来看 甚至乎 我们三姑六婆也好 八卦公也好 看下来 一定知道 你有两个小朋友 跟刘生 都牵动到这个关系 如果刘生 要想的话 一定是想小孩子 刚才她说到一个位置 叫尊严 如果到时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爆了出来 或者有些不好的难关 让刘生的情况 被媒体刊登出来 到时 说完刘生的小孩子 一定会牵动到刘生 甚至刘生的太太 甚至刘生的太太 就会不太好感受 再加上其中有一个 也叫做二十岁 一定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 没理由不知道 就算只有十多岁的人 都懂得玩玩这些社交媒体 一定会看到 不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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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定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不会不知道 所以刘生 为什么要两分钟去想 可能要逐个小孩 考虑很多 假如 如果事情爆了出来 或者被人知道 经济问题 即女小姐的母亲 再加上小孩 又会被拿来做对比 或者做很多不同的新闻 甚至乎是挺难受的 甚至乎变成了追访的对象 又看着他们 还是怎样 很多事情都会追 希望这次的女小姐 能够做得好 应该可以 世界上大部分问题 都可以用钱解决 我相信她所遇到的问题 都是钱能够解决 有些媒体说 市场人士说 是跟近年的投资失利 还说 女小姐输得很惨 记住 这些市场人士透露 不是刘先生透露 先说清楚 免得有引起誤会 如果真的 那也是钱的问题 这些是易华为 我相信 对刘先生来说 是的 不过你要记住 有时候 有些人可以叫做 再见亦是朋友 但有些人 虽然过去来说 跟他生了小孩 但真的见也不想见 老死不相 往来也有 不过刘先生自己也说了一句 不想叫做赶尽杀绝 也叫做为了小孩 又很怕一件事 就是什么 有得一次 就再有下一次 因此 是吧 为什么会说有什么文件 还是商业上的合作 要去见面 要去谈 要去签 要去签 还是要去签 或者 白字黑字写 或者 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假设 假设 不是真的 会不会是用公司名义 互相有一个合作 也好 也好 让他们注资下去 便可以度过难关 金额就大了 我们可以抵消那笔债 之前洗米华也是 他不够钱找的时候 或者叫前女友 去押了那间房子 断亿计的大宅 押完之后 洗米哥的便有钱去还钱 还完钱之后 便没有了 不然怎样 那就是 没了 就这样 就是这样 呂小姐 这次商业上的合作 还是如何达成一些协议 以公司名义 是好一点的 起码都有一些 叫白字黑字 下次就没有了 或者过了这个难关 那就算了 也看到一些网友 也有留言说 我们都说 看到 呂小姐仍然 生活 造型上 都是相当富泰的 网友还说 哎呀 如果这些人 不会这么快 卖了自己的名牌袋 或者搞到自己 梅丹堆 这样的款 依然 都仍然 懒船了三斤钉 这个情况出现 其实这样也对 只不过 我觉得 究竟 还有什么 做瑜伽 因为 我们看到他这些 吃喝玩乐 享受生活的照片 比他 刚才提到 会不会有什么 坐私人飞机 去哪里 聊生意 因为我有些朋友 是这样的 因为我看到一些网友 也提起 有时候 有些人越不够 的时候 就越喜欢 就要摆到自己的门 就很好 很好看 就被人知道 还有货 这样才来和你合作 那些网友 哪里有人来找你合作 是 一定要 门要放得好 门也没有 你什么都不用想 起码都自己去比较 我看到 等于 李居明 来 你看到他 起码有写字桌 有办公室 有发器 摆到 才是这样 有个人说自己懂得什么 占星 又这样 那样 接着问他 你什么时候在哪里 我没有 我是透过网上帮你占星 那你本身做什么 他去做什么 贡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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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说看不起做贡茶的人 就是做冲茶的人 就是说到自己 夜观星象 朱角亮在世 你自己 这么厉害 还在冲茶 是吗 你不要帮我发达 你帮我去看我的运程 不如你帮我自己 看看你的运程 是什么事 好吗 是啊 就是这样 很有趣 有些人都会说 为什么我这么老 为什么我这么惨 但是我又能够帮你们吹吉避空 带来这个好运 这些人可以解释 为什么 我洩漏太多天机 因为报应就报在我身上 所以我才按回 是啊 这样也可以 一定都说了 他也是这么说的 我想有些人 就比较蠢 就会相信这些人说话 那你相信吧 别人的水平不一样 你相信多些 怎么也好 因此我们再補充 我们也放了一个疑似 刘先生这段记者会的声带 大家不妨上去听一听 原汁原味 整个版本究竟是怎么样 真的充满很多人生的哲学 好 我们这次不如来到这里 好吗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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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